最近一部消密,让很多网友粉上了邓伦,更喜欢上来杨子鱼邓伦做的CP,系列两个人的感情纠缠匪彻,其外的互动也是非常有碍。 很多粉丝甚至希望线中的两个人可以在一起,但最近微博上却盛传邓伦与李庆的恋情,这两个人是非常好朋友,在爸爸去哪儿中的互动非常有碍。 邓伦在采访中表示,李庆在节目中给了他安全感与幸福感,当时也出现了很多的CP粉,纷纷希望两个人在一起。 那么现任中两个人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呢? 最近李庆与邓伦还合体拍摄了时尚大片,这样当年很多CP粉的心又燃了起来,分约觉得两个人真的很配。 当年李庆微博神童部,然而有情况,江秘女孩哭云在厕所。 而情节那天,两个人还先后发了微博,时间相差不久,那种也是有互动的感觉。 而且两个人同步发微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,网友造出了很多张微博的截图, 两个人都是同一天发微博,而且微博发的时间差不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,有时甚至只差几分钟。 这种神童部究竟是巧合,还是网友们的脑洞呢? 香槟大火让很多人迷上了杨志余邓伦CP, 而且两个人还是相似了多年的好友,银屏CP感十足。 女性与邓伦的仪式恋情被网友发现后, 香菲粉们有的表示,香菲女孩哭云在厕所, 而有的则非常霸气地说邓伦是养子的。 那么你最喜欢邓伦的哪一组CP呢?